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性作为婚姻的一部分,是夫妻相处的润滑剂。 但如果这种润滑剂出现了变质,夫妻可以就此主张离婚吗? 在2014黎明义中字第14号判决书中,法院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妻子与配偶患有性功能障碍,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要求与丈夫离婚的,应当视为夫妻感情破裂,离婚请求依法应语准许。 在2014黎明义中字第14号判决书中,妻子张某主张其丈夫李某患有性功能障碍, 且丈夫李某又不积极治疗,导致妻子张某无法与其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 针对这一点,妻子张某提供了丈夫李某就诊的病例本,病例本上赫然写着, 经诊断,李某患有阳尾早泄。 妻子张某提供病例本证明丈夫李某患有阳尾早泄后, 丈夫李某向法院提供了自己的经验动态分析报告, 希望证明自己的性功能正常。 但是这份经验动态分析报告, 仅能证明丈夫李某的经验正常, 而不能证明其性功能正常。 由此,丈夫李某性功能障碍被确认。 法院以丈夫李某性功能障碍来判断夫妻感情破裂, 李某当然不服, 其又提出抗辩称, 杨尾早泄并不是不可以治愈的疾病, 不能等同于性功能障碍。 针对这一点, 妻子张某称, 李某被诊断出杨尾早泄后, 就没有去治疗过, 也就是说只有诊断记录, 没有治疗记录。 综上所述, 法院判决, 夫妻系相亲认识, 婚前感情一般, 因丈夫性功能障碍, 导致婚后共同生活短暂, 未建立牢固的夫妻感情, 可见夫妻感情却已破裂, 故判决离婚。 民法典第1079条, 规定了很多法院应当准许离婚的情形, 总结来说, 法院判断是否应当准许离婚的核心是, 夫妻关系是否已经破裂, 丈夫性功能障碍, 导致夫妻性生活不和谐, 这当然也属于夫妻间的矛盾, 丈夫不积极治疗, 严重影响妻子的生活质量, 长此以往, 夫妻关系也会破裂。 随着我们对生活认识的提高, 越来越觉得前人惊艳的宝贵, 也需要珍惜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一些东西, 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独特的效果。 很多不起眼的东西, 都能对身体起到很大的好处, 比如说小小的枸杞, 不起眼的黑豆, 都是大自然赐给我们养生的圣物, 但是今天要跟给大家说一说, 不起眼的调味品, 那就是生姜。 生姜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厨房都有着调味料, 因为它可以调节食物的鲜美度, 更能去除肉里的腥味,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单独地吃姜, 因为生姜的味道比较辛辣刺激。 但是生姜可是名副其实的养生高手, 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俗话说的好东吃萝卜, 夏吃姜。 为什么夏季那么炎热, 人们还要吃新温的生姜呢? 其实, 在历秋换季时, 人们更容易被风邪锁入侵, 因为夏季闷热, 湿度比较大, 这时大家教育贪凉, 很容易导致感冒。 下面我们来看看, 夏季人们食用生姜的好吃有哪些。 1. 驱湿 夏季很多人喜欢吃冰激凌, 雪糕等冷饮, 并且很多人喜欢长期待在空调房间不出门。 这都会导致人体内的湿气无法正常排出, 导致肥胖。 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 生姜有结表化湿功效。 换句话说, 吃生姜对于很多湿气重的女性朋友来说, 有很好的减肥功效。 2. 生发阳气 夏天早上吃姜, 保健养生的效果最好。 原因是, 姜最善宣发阳明精的阳气。 夏天早晨正是气血流注阳明味精之时, 此时吃姜, 正好生发胃气, 错进消化。 而且姜新温能加快血液流动, 有提审的功效。 3. 撞阳养生 道医认为生姜是助阳之品, 自古以来, 素有男子不可百日无疆之语。 生姜有壮阳的功用, 可能和其味心通阳有关。 宋代诗人苏氏, 在东坡杂技中继数杭州前堂静慈寺, 80多岁的老和尚, 面色同像, 自研浮生姜40年, 故不老云。 生姜既是一种食物, 也是一种药物, 它具有活血消炎撞阳的功效, 做生姜牛肉汤喝, 既可以撞阳, 也可以补肾。 得了肾虚阳尾以后, 可以多泡一些枸杞菊花茶喝, 但可以调理阳尾, 还可以预防其他泌尿疾病。 度重烧猪腰和牡蠣烧和手污, 也非常适合阳尾患者。 阳尾是一种危害巨大的难科疾病, 很有可能会导致男性无法生育, 所以不但影响到男性自己, 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家庭。 引起阳尾的原因有很多, 肾虚就是其中的一种, 而且也是最为高发的一种。 有些男性在检查出肾虚阳尾以后, 就想知道吃姜可以治疗男人肾虚阳尾吗? 男人想肾好, 生姜加一物, 补肾一精, 肾脏悄悄撞起来。 生姜加桂花。 生姜的口味是比较辛辣的, 这也是很多人都非常排斥生姜的原因, 但是良药苦口, 虽然说生姜的味道难闻, 但是对身体的好处真的很多, 生姜本来就具有一些补肾壮阳的功效。 可以增强男人前列腺的功能, 如果能够和桂花搭配, 能更好地发挥补肾一精的效果, 而且也可以帮助女性补充气血, 滋养子宫, 避免月经不调, 痛经的现象。 桂花也能从很大程度上, 抵消生姜辛辣的味道, 所以不管男女, 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生姜桂花泡水。 生姜加肉, 葱蓉。 不管是生姜还是肉葱蓉, 都是补肾的高手, 将这两种搭配在一起补肾的效果, 甚至要超过鹿蓉。 但是这两种搭配起来不只是泡水, 拿来泡酒喝也是极好的。 如果坚持拿这两种泡水或者是泡酒喝, 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有效地提高肾脏功能, 挽救肾脏的颓势。 生姜加醋。 生姜和醋都是厨房的两种常见品, 对于提升食物口感, 保证食欲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两种调味品配合在一起, 也有非常好的补肾功效的。 生姜可以有效地补肾气, 输肝气, 平肝火。 所以男性朋友们想要挺起药感, 每天坚持吃一点生姜泡醋, 可以有效提高肾脏功能。 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了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